大家好 欢迎来到《学国学网》 今天讲一集 装孙子 孙子造势三战术之一 行之敌毙从之 上一节讲了 那么这一节讲装孙子 欲之敌毙取之 装孙子是这个战术通俗的比喻 讲个战力 简造天兵 战国时期 孙子的本家孙毙打了一场好战 就是装孙子的典型马铃之战 公元前344年 魏惠王要召开盟会 韩国齐国不去 魏惠王不认大怒 率兵征讨韩国 派谁去了 派旁娟 韩国马上上齐国求救 拉兄弟一把吧 齐国说 存王齿寒啊 如果魏国把韩国给灭了 那他势力势必争大 那我也唯一 于是让田济为祖帅 孙敏为军师 援助韩国 怎么援助啊 孙敏建议田济 攻其必救的原则 不直接去救韩国的都城 新政 今天的挥师西进 干嘛啊 大梁开封 果然 魏国的大将 方来讲那个盘军就收到了齐军增援的情报了 命令停止攻打韩国 率大军回援 大梁 孙敏和庞建议师同学啊 都是鬼故子的学生 他太了解他的老同学了 庞建心情加载 渡献技能 本来我们是师生同门之情啊 结果呢 你让魏王把我下股给弄掉了 我从此站不起来了 我要不装方卖卡 我早就死了 见了杨伟爷了 我今天我一定要打败你 田济 文芝 魏军回援 准备率军迎敌 了解庞娟老同学的孙敏 提出不要和他正面交战 那样做即使赢了 损失也不小啊 撒批一千 自损八百 咱别干这事 他提出了一个简造的作战计划 即利用魏军奋而兴师 复仇心切 庞军浩大喜功的心理和弱点 让他清兵冒进 迈出破绽 向敌人示弱 装孙子 时候到了 给对方致命一击 具体的战法是这样的 与魏军接水之后赶紧就后撤 第一天 十万个什么呢 做饭的灶 一个灶 起码都是十个人吧 号称百万 第二天呢 减少五万了 五万个炉灶 第三天呢 减少到三万个炉灶 造成什么假象啊 这个齐军啊 士气大错 闻魏军 耳逃啊 很多逃兵跑了 让魏军补起一切代价 是追击打眼前 这是所谓的弱军 疲军 生病的记车 终于奏效了 唐军可就上了仗了 提兵赶回魏国 见齐军一撤 暴跳如雷 我今天一定要绝个四兄 我这次不让你再耍弄我了 追 头天晚上看十万个炉灶 悉灵不灭一惊 齐军有这么多兵的呀 小心点 第二天一看 哼 剩五万灶了 嗯 跑了 直到我都厉害 到了第三天他更高兴了 就剩三万个炉灶了 那还说什么 旁边这个时候二杆的劲可就穿上来了 忘掉了一切 不等主力跟上来 带着青旗部队就追了上去啊 一定要活作顺病 我看你说轮椅的能跑多远 眼前的一切 让唐军失去了判断力 最后走到马林古道 今天的山东 潭县一带 马林古道布下了 天罗地网啊 孙编 一万多射箭手埋伏在那里 当天晚上 旁边的车兵骑兵可就到了 来到马林古道 那天晚上没有月亮 一片灰暗 只见骑兵万箭齐发 卫兵是大乱啊 黑暗中刺出喊沙声 旁边下马受擒 旁边一看 大事一去 不忍受辱 拔剑自吻而死 这就是著名的马林会战 这次会战 孙编使用的战法是减造 增兵 引导你犯错误 欲之 敌比举之啊 通俗就是装孙子啊 到了我要等你到来的地方 我拒险涉敷 马林之战 开措了中国军事学术史上 诱敌深入的仙河 丘吉尔也会装孙子 什么叫装孙子 就是示弱 丘吉尔从来没有跟希特勒见过面 他对希特勒也不知道哪来的 天生讨厌 李文托洛夫 希特勒的外交部长 几次邀请丘吉尔访问柏林 都被他拒绝了 当时丘吉尔还不是首相呢 都被拒绝了 丘吉尔是1929年开始到处奔波 到处呐喊警惕法西斯 警惕纳粹 当时纳粹没上台 纳粹1933年1月30号上台呢 所以丘吉尔就职人所不知 见人所不见那种智慧 二战爆发之后 美军还没有参战呢 1940年5月13号 丘吉尔当战事首相了 这个急啊 因为他没有美军援助 他独目难知 所以就争取美军参战 我一定把美国人拖入这场战争的长河之中 随道跟班美国的谈判也好啊 在美国作演说里 使这浑身解数 第一 劝说 劝说美国人跟我一起参战 我们应该鼓起勇气面对共同的对手 为建设一个新世界而努力 点诱惑 如果我们战胜了法西斯 战胜希特勒 在全世界善良的人民中间 我们就树立一个楷模呀 诱惑 第三 恐吓 如果希特勒占领欧洲 那世界就一片黑暗了 美国虽然在地球另外一段 也难免独善其身 你也不会独善其身 第四 就撒谎 什么叫撒谎 认识我 没你们我也行 他明知道以本国不利 不可能抗拒德国 但是 装了我 能 就要大英帝国这张脸 最后就是双孙子 装了自己非常虚弱样的恳求美国 在同一母语的情况下 帮我们英国人一啪啪 丘吉尔就凭借着三寸不烂之蛇 说服了罗俗 及其美国内阁 在没有参战的情况下 做出了不参战却全力支援的决策 中米法案 租界法案不就出台了 而美国颁布这些法案 实际上呢 就等于向战争靠近了一步啊 而邱吉尔要的就是这个 所以孙子欲之敌必取之 装孙子 失落 告诉我们 营造一个有力自己做事的条件 有的时候 不需要强 相反呢 失落的效果会更好一些 失强 在特定情况下 未必 比失落好 舌头和牙哪个硬 到老了 牙掉了 老的咧 牙都没了 但舌头呢 还在不是 谁听我说老了 老的连舌头都没有了 今天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100 satur 18 怎么样